鸡鸡 离家一周 然后回来发现猪叫鸡 又开始孵蛋了 昨天晚上她就蹲在这里了 我是昨天下午到家的 看看你的蛋 鸡鸡 有几个 数一下 1323 339个蛋 然后有一个是 引窝蛋来的 这个是鸭蛋 里面有9个蛋 然后我离家之前呢 有5个我没捡的 这7天里面她下了4个蛋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母鸡来这里下蛋呢 鸡鸡都是你亲生的不 之前她下的第一个蛋 然后是没有受精的 我放到水床里面孵过 后面我把二串关起来 现在是放小花在外面 不知道这9个蛋有没有成功受精的 让她孵孵看吧 这个引窝蛋放这里 放旁边这里 然后再过来这个框 这里有两个鸡蛋 不知道是谁的 有可能是秃头小黑鸡或者是花脖子的 小鸡 小鸡 好久不见 想不想我 就拔下鸭嘴 拔下 小公鸡没有吃的 没有吃的 你还拙我 小鸡 小鸡 好久不见 这个手是不能吃的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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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下嘴 骗一下秃头小黑鸡 它在这里等我张开手心 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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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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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花脖子 花脖子 你也来了 嘎嘎嘎嘎嘎 鸡 鸡 兔头小黑鸡不肯走 他觉得这个手心里面有食物 一直在这里看着 这时候如果我张开手心 他看到没有吃的会怎样呢 他一直在等着 看我手这样子挪 他也跟着挪 啄一下 要不要啄一下 姐姐 姐 他在等着 好有耐心啊 他等了好久了 我要 我要张开手心哦 姐姐 你不要太伤心 他看到没有 马上就走了 转身就走了 哎呀 我手为什么抖呢 手机镜头为什么抖 是因为 这有只小鸡 一直在啄我的手 啄我拿手机的 那个 袖套 小公鸡 干嘛一直啄我呢 啊 看这只小鸡 就一直在啄我的袖套 刚刚就是这样子 啄我拿手机的那个袖套 然后弄得我镜头都发抖了 喂 干什么 没有吃的 这里还有一只 还啄我的肉 小鸡 这么执着的啄我 修套做什么 这只小公鸡 很喜欢啄人家的 小猫咪也在那里 等着我摸它啦 好了 续就完了 你走开 到小猫咪了 咪咪 哎呀 呼唤它 它马上就过来了 咪咪 这些小鸡都聚在我的附近 又来了一只 又来了一只 挖掘鸡 我还上脚的 小鸡 没有吃的 干什么 我一回来 它们都这么热烈的欢迎我 哎呀 视频看完了 点个赞吧